大家好,接着上一次视频 这次我还是想做一期关于李子佳和大马雨鞋的视频 因为除了中国以外,我最爱的国家就是马来西亚了 再一个大马雨鞋和李子佳的雨鞋操作也确实非常特别 上一回说到李子佳这次汤姆斯杯 每场将向大马雨鞋收取肖像权费用 那么有朋友留言说 这其实是他的赞助商向大马雨鞋要求的费用 我这边觉得99%不可能 这就是李子佳团队的要求 要知道李子佳团队一开始报价是50万令吉一场 大概是75万人民币 那么后来经过讨价还价 最终确定20万令吉一场 大概30万人民币 也就是说李子佳团队一开始也是十四大开孔 大马雨鞋就直接罩着一半先砍一刀 双方一看都是擅长夜市上买卖那一套 很上道 再由你想想 如果是Victor所要费用 那肯定是Victor和李子佳合同有相关条款 怎么可能具体费用还不固定需要讨价还价呢 球员本身赞助商和国家队品牌相冲突 这个事儿并不少见 现役球员包括安赛龙 新度戴资营等等 他们都能够妥善解决这个问题 比如说穿国家队的衣服 但是把自己球牌的logo用胶布贴上 也没有听说谁去管国家要钱 李子佳团队和大马雨鞋这次在羽毛球界也算做出了个创新 但是这种创新对于年轻队员是不是一个好的榜样 我想这就忍者见仁智者见智了 大马雨鞋这次这么下本让李子佳参赛 可以看出呢非常重视这次汤姆斯杯 要知道马来西亚对上次夺冠还是32年前在自己的主场 可能有的朋友不知道 汤姆斯杯本身是没有奖金的 所以每个国家或多或少都会对参赛队员进行一些奖励 大马雨鞋也不例外 那么这次开出的奖励是参赛队员每场比赛20万令吉 也就是30万人民币左右 这和李子佳的肖像权费用一致 但是挺好吧 前提是他们必须要夺冠 这个操作我就不是很理解了 尽管这次飞丁组合亚锦赛获得亚军 差点掀翻了中国的良王组合 极大增强了马来西亚队男双的厚度 但是马来西亚队的单打阵营真的有把握吗 先不说李子佳 黄志勇缺席了小半年的比赛 刚做完手术 尽管报名了 但大概率还是来不了 就算来了 实力也是大打折扣 第三单打不管是詹俊薇还是梁俊豪 基本也都不够其他球队打吧 你要真想鼓励球员 起码搞个阶梯奖励制度吧 小组赛赢一场少奖励一些 淘汰赛赢一场多奖励一点 夺冠呢就来个大的 现在成了不夺冠就什么都没了 大马雨鞋的主席诺扎 听说也是个会计出身 而且呢也是个成功的商人 要说也是够精明 但是我总觉得这眼光是不是太不够长远了 李子佳打一场汉老保收20万 其他国家队队员大概率白干 这你让别的优秀队员能不羡慕单飞的吗 你想为大马雨鞋保留人才 咱不说持平 起码也得多少意思下 2022年李子佳和比克特签约 7年合同每年40万美元 当时他拒绝的是大马雨鞋 每年20多万美元的offer 当然同时放弃的 也是大马雨鞋提供的各种球员支持 这就意味着他要养自己的教练和经纪团队 就算他的经纪人是他的亲姐李子余 那也得付工资吧 2022年李子佳如日中天 奖金不用和大马雨鞋分成 这点钱自然不算什么 但现在这成绩还真的划算吗 这个反正就说不清了 总之我的感觉呢 球员想多赚一点钱一点错都没有 但是任何职业运动都需要心无旁骛的投入 也需要职业的保障团队 女毛球球员黄金气短 比赛奖金也不够丰厚 所以希望刚满26岁的李子佳呢 一定要且行且珍惜 也希望大马雨鞋多珍需求援 别和有些部门一样 净干外行领导内行的事